歡迎大家再次收看《樓市事件》 我是今集主持Florence 我們很高興繼續請來詩先生 跟我們分析樓價走勢和市況 詩先生你好 你好 今日最新一期的CCL收報188.77 漢州上升了1.01% 近三個星期以來 CCL一直在186至188點之間,雜幅增持 現在終於突破到了 詩先生,你預計何時才會升穿190.48的歷史高位呢 我之前都說,第三季就有機會突破 現在看來,突破的機會都接近很穩陣 如果你說要講得準確一點 不要說第三季,三個月那麼長 如果快的話,應該在8月份都有機會突破 因為現在只差0.78左右 1%都不夠 例如這個星期,一個星期都會升1% 你快後,下星期都可以升到 而財爺近日,在探訪劏房會時 指出了,劏房和居住問題絕對有得搞 而2049年,香港亦都必須告別劏房 更加會增加短中期的房屋供應 而政府在較早之前 亦都就劏房租務的管制問題 及立法會提交了草案 希望保障到租客的利益 詩先生,你覺得這些上述的措施到底有沒有用呢 而劏房市場,何時才真正可以受終正寢 我一直認為,香港的房屋問題 是有足夠條件解決的 房屋問題解決,否解決到 在乎地區的人生產力 香港的人均生產力,明列世界前謀 我們人生產財富的能力足夠 在差不多生產力水平的城市 基本上,沒有那麼嚴重的房屋問題 甚麼地方有房屋問題呢 例如約翰羅斯堡、李若燃奈奴等 比較貧窮的地方 有人說,有居住在貧民窟 如果生產力低一點 例如原始時代 首裂社會,便居住山洞 居住在樹上 進入農業社會,可能有茅屋住 工業社會,便居住有石屎樓 我們現在已到金融服務業 金融服務業是全球最頂尖 最增值、能力最強的行業 所以,香港只需要負擔建築費 產生收入,連蓋房屋都沒有 任何政府都沒有辦法幫忙 因為社會都沒有能力蓋房屋 第一個,我們有能力蓋房屋 第二個,我們不是沒有土地 我們的土地,只有7%用來住 還有很多其他用途 如果你將住的需要,放在一個高層次 其他用途的讓步 有更多地,可以用來蓋房屋 有地用來蓋房屋,供應充足 樓價便會跌至建築成本 加上發展商的合理利潤 我相信,不需要一萬元尺 幾千元尺,都足夠建築成本 所以,香港政府將供應居住 給香港人這種責任,放在甚麼層次 所以,我認為,現在政府開始知道要放在高層次 為何說,2049年,應該是中央領導人說了 他希望,2049年 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100周年 他想在100周年之前,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快手,我認為不用太久 2049年和2021年,相差28年 要做,有足夠時間做 因為現在,有超過22萬人口,住在劏房屋 聽起來,佔過比率 所以,大家都會憂心,到底這個目標,是否真的可以達到 你願意增加多些土地 第一個就是,叫成規會 劃撥多些土地出來 撥雨不撥,撥來做甚麼 成規會的成員,如果對這件事 認識不足 你便換掉它,重視香港人的居住問題 放在首要 你便可以出來 以前我都說過,主要你改改地積比率 不用找地 你現在的土地,地積比率加多兩倍 他便可以建多很多地 例如舊樓,重建的時候 有多兩倍的發展權 我不是送給他,我都要補地價 不過,讓他建多一點 自然,很多舊樓,便會有動力去拆 現在,為甚麼拆不動? 因為它都起盡了 拆了它,又是起盡了那麼多 沒有增長 這樣一來,會不會令到那些地方的居住密度提升? 其實香港,不會因為改地積比率,而總體人口增加 人口沒有增加 只不過比住的地方更大 交通負荷、排污負荷 都不會增加很多 所以,我認為,只要改地積比率,已經可以增加屋多地 根本當然是改土地用途 在土地用途未改完之前 先改地積比率 應該很快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香港的房屋需要,先去解決公屋、居屋的需要 公屋、居屋的需要,有足夠的公屋、有足夠的居屋 人們就去申請公屋,不會去住劏房 劏房的環境,跟公屋相差 你別以為,租屍樓一定是好一點 公屋,現在居住環境不相差 如果有得申請,我相信住劏房,很多人都願意申請公屋 有能力,就買居屋 如果沒有,就申請公屋 如果這樣,下決身去做 十五,二十年都有機會解決 我們再轉個話題 近幾個月,中國恆大多次傳出不利消息 市存本間亦有多間大型銀行,曾經一度拒絕接收他們的留番案申請 亦引起當時一大班買家恐慌 施生,你認為這件事會否動搖到買家對內房企業的信心 又或者只是屬個別事件 這件事,由於中國政府的態度所造成 中國政府不想社會資源,過度集中流向房地產 所以,為了制約房地產行業的過度發展 建立了三條紅線,主要是借不到錢 借不到錢,就要靠賣樓,收回來快點 房子賣得不夠快,連地產行業都要賣 逼他賣資產 賣不及,借不到錢,便要求救命 銀行已經不讓地產公司,借新債、還舊債 賣了樓幣,不是收樓幣,而是樓花,要入伙才能收到 現金一次過付錢,便便宜很多 兩年、三年後才建立 借一年利息,十多個百分比 現在是不容易借的 高峰期的高峰期,高峰期約13% 一年利息 兩年都已經是26% 不要說現在叫救命,還要多付錢 他打了七五折,當作比息 我還見過有些人,幫他買一間店舖 10年內,每年付10% 反而不用付錢,也有個店舖 譬如你100萬買個店舖 每年付10萬,10年便付回你 其實只是付息 其實只是一年10%的利潤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本來以為自己的舟主沒有問題的公司 現在就開始有問題 因為他們屬於借貸率比較高 現在政府不讓他們借這麼高的情況下 他們說要快快去買 還有一些銀行 聽到他們說,建築費又未付 材料費又未付 欠經紀勇又未付 我借錢給你,但不讓你借錢 我已經做職工分期,給客人 如果房子不借,客人可能不供 或產生商業糾紛 銀行有些人擔心,所以不借 政府也有發聲 這些東西牽涉到普羅大眾的生活 你不可以說不借就不借 最後又恢復了 但我相信,房地產行業 內地,其實接下來都是受制約的行業 社會上說,應該不是中國政府說 中國普羅老百姓頭上有山座大山 一個是房地產 一個是醫療 一個是教育 現在是先出手,打擊補習、課餘培訓 他覺得是增加家長負擔 令他不敢生小孩 令有錢人,才能讀好學校 窮人不能補習 舍底了 社會少了流動 所以他先針對教育 醫療方面,一直有干預 約賣價,都有限制 房地產,因為牽涉一髮動全身 對經濟影響大 他就出手,相對省慎 但已經出了很多手 所以會看到,不只是一間機構會受到影響 是整個行業,都會受到影響 中國政府想資源,流入實體經濟 製造業,比現在還要蓄樓 因為中國有些地方,樓已經蓄得相當多 再蓄就浪費 所以這個情況下,才會造成恆大這次事件 但我相信在香港,現在不是供應太多 香港是供應不足 在供應不足之下 房地產要發展,要蓄樓 我相信香港不會太快制約地產商的貸款能力 香港正在做,反而是 普通小買家的買樓能力 被政府壓制 政府害怕多人買,推高樓價 本來你說要幫香港人置業,應該借錢給他買樓 不借錢給他買樓,是為了禁住價 美國QE 一個是買政府債 一個是買Mortgage Back Security 支持房利美、房貸美、房貸美 多些錢可以借給他買樓 外國多數是支持老百姓買樓 香港就說要幫老百姓,但禁住他買樓 這個情況 我相信當土地供應增加時,才會放寬買家的買樓能力 現在政府未曾做 但長遠供應多時,就會做 施生估計,中央政府對內房監控越來越嚴謹 會否影響到香港的發展 有好幾間大型的,都在香港陸續續起住宅項目 會否令香港的發展,會卻步 甚至乎,暫時撤離這個市場 對於以前發展過度,資金緊張的 要來香港,就比較辛苦 因為香港地價貴 一來就困住這筆錢 對於那些資金緊張的公司,可能會來少些 但是,來不來香港發展 發展商第一個看,利潤好不好 現在在內地做地產商,利潤不太高 有時有10個8個 香港發展商,有時有20多30個 四、五十個都會有 有這麼高的孖展 即有一個差,可以賺 他們會繼續來 除非將來供應多 價錢跌下去 跌是甚麼?跌地價先 首先要政府收少些 發展商都會跌 跌至,蓋房子得到 回報,比寄錢到銀行更好 就會蓋房子 今集,感謝施先生 跟我們分析了樓價走勢和市況 我們下集的樓市事件再見 我們下集的樓市